最新改款的小鹏P7 这期节目师兄分两个大板块来跟大家聊 首先跟大家说说新改款的P7 它到底改了哪一集点 我自己总结了三个方面 第二我自己作为小鹏P7所在的中型电动车领域的两任车主 我是特斯坂勒斯安和宝马爱三的车主 都是它的直接竞品 以竞品车主的视角来看看新改款的小鹏P7到底值不值得买 首先它到底改在哪 我觉得P7是小鹏最重要的一款车没有之一 在2020年4月它上市的时候 一举把小鹏带入了造车新势力的第一阵 因为在它之前的一个G3那个SUV显得零不见金转 而当时P7一上市 轿跑的外形 很高等级的辅助驾驶 以及很好用的智能座舱 就是它的卖点 而如今改款车型我总结了三个大的变化 第一 进一步提升了辅助驾驶的硬件和软件能力 第二 智能座舱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升级 第三 动力和热管理系统也进行了升级 我们一个个来看 辅助驾驶能力的提升 首先我们来说一个最大的硬件改变 就是车头加入的两颗激光雷达 这也是一眼能分辨 这是改款P7的一个最重要的元素 并且新P7的这个激光雷达 我觉得布置的还是非常花心思 因为激光雷达它必须是一个垂直于地面的平面 它不能在任何的弧形或者是斜面上 所以给激光雷达的布置就带来了很多限制 有些车就放到了正中间 正照前面 有些车是放到了头顶上 有一个像出租车灯的那种装置往前面照 而小鹏P7 它放到了以前传统的远光灯的位置 大概是这里 所以因为大灯它并不是正对前面的 它是有一定弧度的 所以它两颗激光雷达是呈外八字的摆放 这是我在量产车里第一次见 所以右边这个激光雷达是向右前方照射扫描的 它的这个角度是118度 左边的是朝左前方扫描的 它们两个一融合就一共拥有了182度的这个视角 相当于整个前面180度 然后在外加另外两度的这个视角 所以整个前面都能照顾到 当然放在这么靠低靠前的位置也有一些不好 比如说啊 你说前面追尾了 撞车了 它肯定会伤及两颗激光雷达 但是现在随着激光雷达越来越普遍的装车 它的价格没有以前那么贵了 现在2023年其实激光雷达的维修价格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它放在这确实是最不违和的一种布置的方法 当然不违和它也要付出代价 就是如果它以后出了不带激光雷达的版本 这里放什么 就太尴尬了 所以呢 我非常迫切的希望小鹏P7这次改款 把两颗激光雷达进行标配 无论高低配都要标配 而现在我得到的信息是 改款的P7的SQ会急剧的压缩 我目前知道的准确的信息 它肯定会有两驱版 肯定会有四驱版 肯定会有鹏一版 就是我们这台车 就三个版本 然后这三个版本还会不会分高低配 我希望不分高低配了 就这个三个版本 就非常的简单 而如果激光雷达真像我说的那样 得到了全系标配 到时候必须为小鹏鼓掌 当然我问了小鹏的工作人员 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答复 会等到三一份这个车上市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激光雷达是不是标配 与激光雷达一起升级的 还有它自动驾驶的芯片 现在升级成了双Oran X508Tops的芯片 就是现在2023年新世界造车 非常主流的配置 所以双激光雷达加双Oran X的芯片 让小鹏P7整个辅助驾驶的硬件 到了2023年的一个比较高的水準 除了前面两颗激光雷达 改款的小鹏P7还增加了两个外观颜色 分别是星际绿 那个绿色非常好看 以及新月银 大家通过空镜来看看两个新的颜色 一个新设计的19英寸的轮圈 后面的尾灯 在后备箱的一块多加了一个红色的部分 此外外观就没有变化了 我自己认为作为新势力的改款车型 其实外观变化要更大一点就好了 坐进车内 我们首先要关闭这个非常炫意的棚一门 你好小屁 你说 关闭主驾车门 主驾棚一门正在关闭 而整个大面上来看 它似乎和脑款在结构上没有什么区别 方向盘的造型类似 但其实它的按键布局是发生了变化 变得更加的高级了 1025英寸和14.96英寸的两个屏幕是没有变化 内置的是8155的芯片 也是现在比较顶级的车里面的硬件配置 这个车地图的拖拽相对比较的跟手 并且小鹏引以为要的语音 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四音区 并且可以连续语音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李小小屁 你说 打开空调22度 打开座椅加热 打开香氛 好的 空调已打开 并帮你把温度调好了 主驾座椅加热和香氛打开了 它连续对话 一样就能帮你解决很多的指令 小鹏的语音交互 是我用过的量产车里最好用的一个 此外 它中间整个区域是进行了重新的设计 加入了现在比较实行的鞋面的 放手机的鞋拨 能支持无线充电 但是比较遗憾的是 它只有左边这个能充电 右边这个就不能充电了 后面变成了一个左右这样 两边打开的这个中央的扶手 并且里面有相分系统 进一步让车内的氛围变得高级了一些 这里还有一个隐藏式的储物的格 能放些手指 这么非常的方便 这也是脑款所没有的 所以整个车内的氛围变得更好了 同时它还加入一些配置 比如说全系标配了四个车门的电动吸盒 我们这个彭一版 当然前面是电动的车门不说了 后面是电吸门 最低配的版本也是四门电吸 这个是非常的不错 同时它还加入了7.1.4的 全景的杜比声 一共有20个扬声器 同时空间方面 其实它前排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 汽油车的坐姿 并没有因为电车所以把这个座椅抬高了 我这个坐姿在电车里面真的算是非常的低了 你看我的头顶的空间非常的富裕 我就非常反感 因为是电车而打破了很多之前的驾驶习惯 比如说我必须顶着前面的玻璃座 我的视线要和这个玻璃的上沿平行 这个非常的反人类 而后排它因为是个轿跑设型 并且轴距没有进一步的加长 所以后排空间相对来说就比较的局处 我坐进去是刚好一座 当然它和那些轿跑的竞争对手 比如说ET5 比如说Moto3的空间是类似的 确实不如宝马爱三那个长轴的轿车的空间大 而在它改变的第三个方面 也就是动力以及热管理系统方面 它首先是增加了一些电机的功率 前面的电机换成了异步感应电机 所以它的出力要更加的大了 分为两驱和四驱的版本 两驱单置的后电机202千瓦440nm 民百加速6秒4正常的表现 四驱的高性能板一共是348千瓦和757nm 民百加速3秒9成功进入了3秒俱乐部 让它的高性能车型也和同级的Moto3 ET5在同一水平线上 同时它还升级了热管理系统 让它冬天炙热和夏天散热的效率更高了 所以这对它的续航的扎实度有很好的提升 两驱车型最长的续航版本是702公里的CLTC续航 而四驱车型是610公里 虽然仍然使用了传统的400伏的电气架构 但是新款P7增强了充电的电流 让它的充电功率从老款的89千瓦提高到现在的180千瓦 好 跟大家聊完了改款P7到底改了哪些 现在我作为它的竞品车主 我来跟大家分析一下这台车到底值不值得买 我录的这条视频是在1月底 当然这台车的上市会在3月份 所以我目前并不知道它准确的价格和配置信息 但是你参考P7之前的车型的价格 我预计它主销的两驱版本的车型的价格 肯定是在25万上下 而如果它标配双激光雷达双OX芯片的这个版本的价格 真的是在25万左右的话 它将是你20多万唯一能买到双激光雷达双OX 这种高等级辅助驾驶硬件的车型 所以现在结论就很明显了 如果你的预算是20多万 想买一个智能化程度很高的车 辅助驾驶 智能坐舱很好的车 新款的P7将是你最好的选择 当然今天只是一个简单的静态的体验 在大家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 我也快起身去广州 动态试驾新款的小鹏P7 那个时候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更多的信息 比如说程式NDP好不好用啊 3.9秒的加速带不带劲啊 是不是